Hello 大家好 我是诺哥 黄菲东哥 昨天晚上我看了很多内容 说实话就是我们大学生真的让我又激动又感动 因为说实话之前我很多的想法一直在波动 包括对于大学生的一些看法 我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疫情爆发以后 有一段时间我又开始恢复了 就是我们的店也开门了 当时我们我的那家发泄屋来了很多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都是因为国外疫情爆发以后回国的 就回来的一批大学生 都是在海外留学的 其中很多人都是什么 5万一张机票 6万一张机票 8万一张机票 甚至于什么十几万二十几万包机回来的 绝大多数就是这些大学生 所以这让我心里当时有那种说不出的那种感觉 其实后面我自己反思了一下 思考了一下 觉得这些孩子说的其实没有错 他们所思考的就是他们 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所思考的东西 他们的认知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所生活的环境 所成长的环境 后面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对吧 大家想一下 能去欧美留学的这些家庭 本来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属于上层的 那更别说在欧美疫情爆发那期间 随便扔个几万块钱 甚至于能包机十几万二十几万能让孩子立刻回国的 这波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家庭 对吧 那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到大 没有受过任何苦难 一路顺畅 他们是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光荣 伟大的一部孩子 所以他们他们就是 他们在国外 就觉得我们很厉害 因为他们在哪儿 都觉得我们很厉害 然后就看到一些新闻里出现 大学生投诉自己的老师 理由就是什么什么不正确吧 然后扣上一顶大帽子 这个其实让我觉得很难过的 因为大学生年轻人 理论上应该是整个思想更活跃 更开放 更容易有不同声音的一个群体 对吧 我们就是要在整个大学氛围里 就是应该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一个理念 出现头脑的冲击 想法的冲击 这样才有火花 才有激情 这才能体现出年轻人 对吧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 大学生都思想非常固化 非常迂腐的话 那我觉得整个社会 真的很难进步 然后正好想起来 前段时间和一个国内大学生聊天 挺有意思的 他跟我说 东叔叔 他居然叫我叔叔 起床了 他说 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但是整个大学期间 他就觉得过得特别的梦幻 对吧 一切其实和他原来进入大学之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既没有好好地谈一场童话般的大学恋爱 也没有好好地享受大学生活 更没有什么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啊 这一切 他都没有好好地体验过 结果他说 我居然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所表达的就是 他其实很难过 他的 大学青春不应该就这样过掉了 他觉得真的是太没有意义了 然后我安慰他 我只能告诉他 还好 这三年不是你的一辈子 你应该值得庆幸 最后 勇敢 自信 充满思想的 中国大学生 回来了 我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动 但是 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视频都没有欢迎关注 今天呢 对吧 谢谢大家 拜拜